说到韩红这个女明星应该是没有人不知道了吧 说到韩红 大家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她至今还没有结婚 对于这个问题 韩红也曾公开表示过 自己可能会一辈子就这样一个人过下去 很多人都表示不理解 韩红曾经说过 即使自己不结婚 她也不会觉得很孤独 因为她已经有了一个儿子 不过这个儿子并不是她亲生的 而是领养的 天亮了 相信大家都听过吧 这首歌曲的背后有着一个真实的故事 说的就是一个小男孩 在一次缆车事故中失去了父母 然而这个小男孩后来被韩红收养 他对这个孩子也非常的用心 就跟亲妈妈一样 韩红没有后台 不靠外貌 凭着对音乐的喜爱和对梦想的执着追求 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音乐之路 她说我打击遭遇过失败 却始终没有放弃 她默默耕耘 一步一个脚印 用实力闯出一片新天地 韩红1971年出生在西藏自治区昌都市 父亲韩德江是成都军区战旗歌舞团的一名相声演员 师父刘宝瑞也算是名师之后 而母亲雍希则是一名歌唱家 小时候的韩红生活无忧无虑 父母都非常疼爱她 爸爸每次演出回来都会给她带礼物 而妈妈则一有空就会教韩红唱歌 原本韩红的童年可以一直情空万里的 可就在她六岁那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一年韩红的父亲韩德江在演出时遭遇以外不幸身亡 从此父爱便成了她人生中永远的奢望 父亲下葬后母亲被派往上海进修 韩红被欺养在邻居家里 邻居非常刻薄 稍有不顺便拿韩红撒气 扫地刷完这些杂火也很自然地落到了她的头上 那时韩红只有六岁但她很快变得成熟起来 因为寄人篱下的滋味不好受 她想过的相对自在 就必须学会从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当中读懂大人们的情绪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三年 在韩红九岁的时候 母亲再嫁有了自己新的家庭 韩红只好去北京投奔奶奶 到了奶奶家里 奶奶给了她无尽的关爱 本以为奶奶也会像妈妈和邻居那样嫌弃自己 没想到奶奶看着骨瘦如柴的韩红心疼地说道 乖孙女您受委屈了 以后家里的肉都给你吃 从此韩红的生命里又有了爱 这种爱也让她走上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路 由于没有父母的陪伴 韩红在学校里受尽了欺负 慢慢的性格就变得孤僻脾气暴躁 有人嘲笑她是个孤儿 她就把对方狠狠地打一顿 时间久了 同学们都不想和她玩 而在这种孤独的生活里 音乐变成了她最好的朋友 对于这段过往 韩红说我懂音乐 音乐也懂我 我想说的话都在音乐里 在音乐面前我无需伪装 从此音乐成了韩红的梦想 韩红不但有一副好嗓子 还有一副好样貌 身材也好 在19岁那一年顺利的均如第二炮兵政治部文工团 当时的她在大学里还是笑话 可后来生了一场大病服用激素最后导致的诽谤 因为形象不佳屡屡碰壁 甚至感到绝望 但是为了梦想拍了一部MV 为自己的梦想最后一波 没想到喜马拉雅获得了中央电视台音乐电视大赛同奖第一名 从此韩红一炮走红 2005年由于奶奶的去世 韩红因承受不住大家抑郁了三年 从那之后她决定开始做慈善 2008年韩红走上了公益之路 一直做到今天 韩红至今未娶 但她却有200多个孩子 十多年来她个人捐款捐物累积超过一亿元 几乎倾家荡产 近日韩红在接受杨岚采访的时候说道 别人的夜生活大部分都是半夜不睡觉 出去泡个酒吧唱歌玩之类的 然而她的夜生活让人看着有一点点心疼 她说自己不能那样做 那样做的话就变得和别人一样了 在前几日她还在微博上深夜晒出工作日常 并配吻做主持人不容易呀 好累呀 从韩红晒出的照片可以看出 她手捏厚厚一打流程卡 看来还同时兼顾了主持人的工作 要照顾这么多年轻的晚辈 难怪她会吐槽太累 49岁的韩红还现身了薇娅晚会 透露今晚将和薇娅一起继续做公益 她身穿灰色西装 看上去状态很好 完全不像是快要50岁的人 她在唱歌表演时也是一如既往的优秀 高音轻量震撼人心给当天的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韩红老师是非常优秀的歌厂家 不仅有着许多好听经典的歌曲 更有着深厚的音乐造诣 期待这档由韩红担任主理人的新节目早日播出 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看到她的精彩表现了 可能是因为韩红最近一直忙于工作 体重竟开始健了下来 这一点对她来说是一件意想不到的收获 但她的状态非常不好 可能是最近忙的原因让人有些心疼 她和别人在一起合影的时候 看到她竟然瘦了一圈 颜值也一路飙升 让人既开心又有些难过 希望她多注意身体 不要太过劳累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小伙伴们看完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